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五轮网赛 今天的辩题是选秀节目对青少年影响利大于弊 对赛双方为正方那沙书院 以及反方保良局八周年利少中学校 现在首先让我介绍双方辩论 正方为主辩罗浩津 第一副辩袁静荣 第二副辩杨光耀 结辩庄学礼 反方主辩沈方盈 第一副辩大进哲 第二副辩刘荣情 结辩许业庭 而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保六六世书院中文辩论队顾问老师侯耀雄老师 香港教育大学粤语辩论队员潘孙恩小姐 以及华英中学中文辩论队老师赖楚延老师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以及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为4334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将会有一丁的提示 而我就会用人声丁 而够钟就会有两丁提示 超时15秒就会有三丁提示 将会扣分 而明白到网络有迟缓 甚至听不清楚钟声的情况 虽然每一次丁的时候 本人也会用手势来提示 而变缘有责任留意荧幕 也不应该尝试用尽15秒缓冲时间 详细赛规已发布给各个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定 团队主席 各位 大家好 今年的选择节目兴起 很多人都是透过选择节目出当 而辩论中选择节目 就是通过淘汰形式竞选演艺人才的电视节目 公开整场比赛的所有热情 包括参赛者的表演 私下练习场景 评审的仪见等 观众可以参与其中 一次成功继续带领量人收看 追风风气 盛行 然而选择节目的本质 亦是商业化节目 靠明星之间的竞争 在节目期间引发的网络讨论 增加流量收入 因此背后对于练习生的训练方式 远比表面苛刻 亦有声音批评他压榨练习生 至于青少年 埃略黑心社会心理发展理论指出 青少年阶段追求融入同辉 因此容易受同伴影响而追星 而青少年在寻求身份认同 自我建构的过程中 亦都会模仿某一类人 或者成敗偶像 容易影响他的自身定位 因此今天行量变体的标准 就在于选择节目对超前价值观建构 以及日后人生发展 弊大还是利大 我支持变体原因有二 第一选择节目 传递错误讯息 观众过分崇拜偶像 选择节目的练习生 靠自己的才能 以及人物关系进入选择节目 但选择节目往往会包装到参加节目 不需要发败大量用金钱 不需要天赋异柄 只需要有热成就可以 青少年看着所谓从零开始的练习生 以为只靠选择节目 就可以成为娱乐新星 以为生命难度不高 发展好自由 从而发明星梦 保存大脚踏实力的努力学习 选择科技学业 影响正常生活 万象高楼平地起 那有科同学是否任由选择节目 向青少年灌输 不需要努力 就可以一步登天的错误观念 另一方面 青少年因为养务偶像 方为大量金钱购买周边产品换票 用大量时间参加粉丝活动 例如一个16岁的韩国女生 因为追星而导致学业一落千丈 更包围超过8万5千港元 购买17岁的周边产品 但无何业之余 更受到不利理财的观念 中国文化研究院调查指出 接近20%的零零后受刊者 会追星花围超过5千元 对于上面有自主经济能力的人 想问有个同学是否认为 浪米大量父母的金钱 会追星的对青少年有利呢 第二 选择节目限制参加者发展 青少年梦想中成空 参加选择节目需要面对网友 议论压力不容小说 韩国综艺节目 偶着学校的台湾笔一女神 蔡瑞雪一直被扑名 不懂上波 不懂跳舞 只得一块漂亮面 最终在网络欺历下 被逼致即即使病 对于最后认可的青少年来说 会议会严重打击自信心 更甚者会对艺人 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 甚至自杀 例如韩国选手女歌手雪莉 缘因为17岁公开戀情 而触手极大的议论压力 最终累积多年的忧屈自杀 另外参加选手期间也不如 节目展示地低下而成就可以 青春有利的选手傅宏毅指出 若有节目组叫付高达10万人民币 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出镜 机会更何况要成功出道呢 只会令青少年 也不以为凡事可以用钱 解决建立成功价值观 而当中内博造价事件 也都限制了美人 创造2020中 已经最佳最受欢迎的 徐毅洋 最终已不能出道 即使成功出道 如果知名度不足 公司也不会提供发展机会 我们的支持人 何桂珍在节目中爆出 选手节目黑幕 现在计人签经纪约 以往十年起跳 并看到 有些公司会直接签约 100个练习室 等待其中一个成功爆红的艾人 便放在其余99人等待签约 等待解约 总共赚的就是解约的钱 由此所见 小节目不但未能提供一个 给青少年达成梦想的舞台 更加是借梦想之名 网雅青少年10年以上的青春围食的时候 有没有主别这些压榨青少年的商业行为 是否值得鼓吹呢? 谢谢各位 正方主辨发言时间为3分59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想问刚才我的钟声听得清不清楚? 没有 听到 接着是法方主辨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 请解除正音 并向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听得到?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订 主席评伴助在各位大家好 对于一条弊打于你的辩题 我方认为 政方必须先正立以下3个逻辑 才足以正立辩题的成立 第一 政方需要证明选受节目毫无利处 或者选受节目就算有利处 但必处有凌价性 或者利弊难以比较 辩题不成立 第二 情况必须证明 弊处的任何人 任何情况都必然显现 如果是因人而异 就是弊大于你 只是在个别情况有效 其他情况可能是无法比较 甚至理大于弊 辩题都是不成立的 第三 辩题中的青少年 对准选受节目的角色来说 想参赛者和保空的观众 政方必须证明对这两个角色的青少年 都是弊大于你 迷惑变体依然不成立 于是一来 我们逐点审视一下 有方正确选变体 陷入闭处 需要具普遍性 不能得因人之地 有方跟我们说 有些青少年可能会过度沉迷 但这些并不是所有人 并不可以一看而论 有很多青少年都懂得很多时间管理方法 而至于最重要的一点 有方如何评价选择节目对青少年的利处 他们认为 原来这是一步登天 不需要努力 但其实选择节目 只是体现出青少年最努力的一面 他们在上面争取出的机会 在剩下100强里面 要进入最后10强 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 整个困境其实我方都是理解的 因为事实上要全盘否定 选择节目对青少年的价值 可能是强人所难 有方论及青少年特质的时候 只是聚焦于他们的不足之处 忽视了他们的需要 难怪此能有支持弊大于你 青少年是自我发展的一个极重要阶段 但要健康成长就要面对不少挑战 首先 根据艾上黑心的发展理论 青少年其关键发展就是自我认同 但根据台湾省科技大学 资商辅导中心 资商心理师 吴正的博士指出 不论贫富青少年 都容易面对对未来失去希望 不知道要做什么 久而久之就会随波逐流 模仿他人 不论都会出事我 近年美国心理学家查理师 进一步提出 希望这是任何拉尔达成目标的关键 其中包含两个元素 分别是达成目标的行动途径 以及目标买进的能力 然而青少年的希望感这么低 有见同时 我方提出 如果选择节目能够为青少年带来希望感 并有助我成长 就是有方不能够忽视对青少年发展 具凌价性的有力影响 而我方认为选择节目 绝对能够为青少年带来希望感 首先 为了提升希望感所需的行动途径 选择节目提供了一个平台 令大家一展所长 亦都可以为参赛的青少年提供更高的关注度 选择节目都可以令青少年增值自己 并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习机会 最后选择节目令到参加者可以认识自我 当青少年有这个宝贵的机会 便会提升信心 有具体实验梦想的行动途径 和自己的专长定位 从而提升希望感 第二 为了提升希望感所需的能力方面 选择节目能够令青少年更愿意坚持自己的梦想 不会半途而廢三分钟热度 如果青少年想在选择节目中进出 便要改善自己的不足 而他们都没有偷懒的机会 加上选择节目的节目组 会有明确的指示 去督促他们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 再加上青少年在选择节目中 会有很多支持者 他们为了不等支持者失望 便会继续努力坚持下去 有了能动力 青少年向选择梦想 又迈进了一大步 提升着希望感 而基于有方同学又不能够正立变题 又不能够否认选择节目的理主 因此变题理应不能成立 最后想请问是有方 有一个机会 数人向全国观众转路才华的平台 为什么不是一件好事呢 多谢大家 法方主别发言时间为3分39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想问一下刚才的丁声清不清楚 好 接下来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台上一位辩员 向反方主便提问 发言时间为1分钟 反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然后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 所有限时到达前15秒均会有一丁提示 够钟就会有两丁的提示 然后轮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辩原发问 由正方主便回答 请评判留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而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现在先请正方自由派出台上辩原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请解除正音 而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是否听得到? 听得清楚 可以 听 各位主角,各位大家好 我刚在主演的时候已经看过 所有节目在充满预定的情况下 即使清晨年的才能再高 再有热成,再有梦想 最后都是因为内幕被淘汰 亦会被公司各种压渣 有方说所有节目可以令人坚持梦想 但有方在这么多内幕、压渣之下 他们就算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 最后都会因为现实而令他们无法成功 如何可以教导清晨年 只要有热成之外,努力就可以有回报? 多谢各位 广方主便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准备好了之后請解除正音 并且向镜头视视 可以 我同学想问一问 其实你说什么的黑目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自己的冠军 放选密集中不符合观众的心论呢 而你有よう实力支持 就算有些人因為節目組的操作而令他們沒辦法出道或者被造假 但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可以靠著自身的才能 即使可能被淘汰或者被一些黑幕操作 但最後例如韓國的巨岩堡雖然在第12名出道 但竟然可以在一個娛樂新人的男子團出道 琴凍然也是被12名出道 但實際上他也在2021年在男團出道 請問他們也可以靠著自身的努力去展現自己的出道 出現時間結束? 接著輪到反方的台上發問 反方請自由拍出一位台上變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掛請解除正因並向鏡頭示意 可以 丁 有方和我今天說到輿論壓力 不知後舉出韓國藝人雪莉做例子 但據我方所知雪莉是選手後出道了幾年甚至十年 才因為個人風格太性感被人批評 導致輿論壓力很大 最後導致一個自殺的情況 其實今天根本就不關選獸節目的事 只是他剛好選過獸 你又強行將這個例子 扣入選獸節目的頭上 這是否叫混顔市卿呢? 請問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就ヽ ノ iller 早ее 請問 Teaching 審 提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主便回答 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過程解除正音並向鏡頭示意 文言 丁 各位大家好,尹溫河剛剛問我們說 少尼的例子是否亂扣關係 我回答來說,不是 其實我們想說的是,參加了選領節目之後 他就要面對全球所有的網友 例如我剛剛所說的台灣的蔡去雪 都是因為參加選領節目 而最終被人批評 最終不致精神病 而雪莉也是這樣 參加了選領節目之後 因為選領節目要公開自己的戀情 然後最後消耗給網友各種轟炸 各種批評 最後逼自憂鬱,最終自殺 這就是選領節目 這就是為何選領節目會令參加者 你會承受很大的心理壓力 在輿論之下會迫致精神病 發言時間結束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輪到正方第一副變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請解除正因 並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評判載助各位,大家好 首先在友方同學的標準方面 友方同學提倡的標準是 選領節目能否為青少年帶來希望 其實當我們套入友方的標準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沒錯 選領節目的確可以為青少年帶來希望 但是那些正正其實是假希望 所以就算我們在友方的標準之下 友方依然說不過去 所以其實友方在這個戰場上已經輸了 現在我們不妨由社會風氣和個人層面 這兩方面去看雙方的論點 首先,在社會風氣方面 其實選領節目已經間接造成了今天社會追星發明星夢的風氣 青少年發展需要群背的認同 之後就會造成群眾心理 每個青少年都怪著追星 他們就會影響他們本身日常的生活 那些青少年用了些時間去追星 之後沒有時間去做自己本身 應該要做事來讀書 這樣對青少年真的好嗎 有些青少年甚至會因為發明星夢而放棄學業 這些青少年就會產生 原來做明星那麼簡單 那我們就不用努力讀書 這類型的想法 如果是這樣,有方同學是否仍然覺得選領節目對青少年是好呢 其次是在個人發展方面,個人層面 有方同學就舉出了一些心理的報告 就說青少年發展是需要自我認同 但是我方主編都提及會有一些輿論的壓力 那請問輿論的壓力怎樣可以幫助到青少年自我認同呢 反而他是給了機會別人否定他自己 其次有方同學又說到專注度 沒錯,他的確可以為參考者找來專注度 但是這些專注度正正是恥笑他而不是欣賞他 其實我們被患了 發現選手節目其實已經今次不同網日 我們現在不妨比較一下選手節目的原意 以及現在選手節目正在做什麼 選手節目本身是為了選拔在某方面表現優秀的人 一般以唱歌、舞蹈、才藝、身材、樣貌等為主 節目似有專業的導師對選手進行選擇和評價 但現在電視台為了賺錢或收視不擇手段 只是播放對參賽者不利的片段 甚至將他們的私音曝光 為了吸引觀眾的眼球 完全扭曲了選手節目的原意 請問有方同學這些對青少年參賽者是你大於弊還是你大於你呢? 再者姑且不停地選手節目裡面能夠達為的只可能是百分之一 即使是百分之一裡面的幸運兒 他們的待遇也不見得好 2020年內如選手節目進行到第三年 優愛騰三大平台的八檔節目已經累積超越 向市場推送了800個偶像藝人 但當中他們的生存方式只不過是不停在表演維持生計 同時期盼可以站在舞台中央成為主角的時刻 叮叮 多謝各位 正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04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一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請解除正音並即向鏡頭示意 是嗎?是嗎?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叮 再次各位大家好 其實來到一副位置不難發言 今天有方最大問題 是不理解辯題 有方跟我們說 這個崇尚偶像 又或者是花錢很多 但先等一等 今天我們辯題公司是選手節目 有方說今天說這些 其實全部都是追星的特點 以按照有方的邏輯 以及認為追星 就是有方說今天完全不認同追星的風氣 先看看辯題 有方要政立辯題 才要政立出自己提出的閉村 同時才會回憑我方 提出無法不是理主 這才叫貴大豬利 有方有沒有做到 我們一齊看看 首先有方跟我們說 今天壓力大 但是先等一等 我今天只講了一兩個例子 說他壓力很大 今天是延寸概全的事 我方見到是什麼 例如中國創造一人一樣超越 他自己唱著風底餐廊村出心 被人罵 最後都成功抵受壓力第三名出道 但其次 香港全民造星姜濤雖然大家熟悉 外界質疑他的實力 更加變成混争黑歷史擺 在連登討論區 但最後他為什麼都成為了冠軍 所以這些種種例子證明了 今天有方同學的壓力 但這個閉署已經是不成立 其次 今天有方同學 又是崇拜偶像 但有些價值觀受影響 但等等 有方同學有沒有一個實質例子 究竟這些所謂觀眾 看完它之後 有什麼實質的影響 有方同學無論證度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更加可以促進去個人成長 但有方又沒有回應過 沒有 就算有 有可能跟我們說 一者有個假希望 但是有可能 我們見到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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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成功出道 難道這就是有官口中的假希望嗎 其實我方認 今天要審視哪些 其實要看選秀節目 可以提供清晨希望感 而當中行動途徑這一點 即是達成目標的計劃 絕對是選秀節目 隔壁清晨一大利處 好像一些想追夢 可以有一個願望的機會 一些想改進自己的人 也可以跟其他參賽者互相交流 取長補短 有一些想測試自己的能力的人 其實都可以受到專業導師協助進步的地方 其實無論今天清晨有什麼目標 選秀節目後可以集客家之大成 協助清晨成長 在一項不可不適的利處 有方同學 難道這些是假希望嗎 其實跟何方 今天選秀節目是趕受關注的 原來地節目 我們的樂隊青春有你 為何以我更加去破億 清晨能夠在選秀節目上面 帶光異彩 給更多人認識 擁有著成為明星 是需要一個人氣 這個必要條件 其實有你日後發展 想買有科 難道這是一個廢處嗎 是給清晨人的一個機會 去追夢的體驗 今天沒有了他 今天可能是One on One Toy's Eyes 其實都沒有辦法去大展所長過 難道有幫同學 想跟你說 今天原來清晨人被天賦浪費了 就是有方想見到的事情嗎 最後想問有科 今天可以給清晨人一個發揮才能機會 讓他們向夢想邁向近一個 其實是否一件壞事呢 謝謝各位 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2分53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正方第二副便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叮 請 請請評判有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一句話 概括有方今日兩個電話的發言 楊春報得澤 萬物慎光輝 常統秋節節 坤王華葉瑞 小莊不努力 老大圖相悲 新年青少年獲釋金流意 識取少年事 小莊有努力 身上身方都同意 但究竟努力才是收穫 不是徒勞呢 今天比賽來到中場 我們不妨來看看青少年加入選手節目 正為有方所訪傳承祝母的先巴的時候 究竟是否真的是楊春報得澤 還是昆王華葉瑞呢 直到梳理一下 正反相放論點 先說長遠 請問今天有方 即是問心而論 想請問有方同學 今天覺得姜濤有什麼特別的技能 可以展現得到 當他不做明星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做得到呢 有方可能會想像他懂得跳舞 或者唱歌 但當今天 如果一些選手節目 可能有什麼不測的時候 可能或者被淘汰 或者被迫停止的時候 姜濤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在生涯規劃上面 在青少年這個角色上面尤其重要 今天方同學跟我們說 姜濤可以成功 但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姜濤不是成功 而被淘汰的時候 姜濤可以做到什麼呢 其實現實的情況是真的出現過的 2007年9月20號的時候 當國家廣電總局 發出這個廣電總局進一步 加群眾參與選擇 內網播電視活動節目 管理通知的時候 再加上2008年 民村地震行 不經奧運影響的時候 我認我叔 也絕對唱唱家有不難而相繼 相繼停 當今天姜濤正是不客人參與了這節目的時候 他只有唱歌跳舞的技能 停止了 他怎麼辦呢 他可以做到什麼 有方人交不到 有方人跟我們說他有發展的頻道 但有沒有想過 如果當今天他被淘汰 或者節目被停止了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可以做得到呢 今天有方同學 今天有方同學 不停跟他們說凌駕聲 其實我方今天主編已經說了 今天有一個小小節目 請一百個人過來 只有一個人可以出刀 當時 今天有方同學 是不是要捨棄這九十九個人的 將來前途 而只有一個人可以白光發熱呢 有方同學今天說不過去了 就跟我們說 我們今天沒有這個凌駕聲 可以說出來 但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今天有方同學所提出的 就是關注到平台 等等 就是給他一個人 而其他人有一個人 有方同學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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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說 我們回到現實的層面的時候 有方今晚在主編的時候 有方同學實現夢想 然後我方 就跟你說 其實今天有很多黑幕 不公平的時候 我方同學都承認 有方同學同學說 就算今天有很多黑幕 就算今天有很多黑幕 就算今天做一些假標數的時候 也是靠自身努力 然後我想問我同學 如果是靠自身努力的時候 那選手有關選手做什麼事呢 有方同學今天罵我們 混謀私聽 有方同學在混謀私聽 而同時有方同學也罵我們 就說我們不懂得去關注青少年 這個特點就是 關注他羊的地方 不關注牆 不關注牆 大家看到是什麼 就是青少年是很注重自我擁張 而他的子孫在發展的時候 如果當今天他面對太多批評 太多負面的防衛抵威的時候 他是承受不住的 就像楊宗衛有很多負面身為 或者是偶像學校的不入女神 很多人都罵他就是有樣不懂唱歌 或者是殘酷一丁 處於時間的流失 也現在都是被人照顧的時候 那可能如何保證 一個青少年 肯接受這裏這麼多 叮叮 有精神上的損害呢 多謝各位 政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4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反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看鏡頭示意 可以 叮 大家好,提提在座 今天友方被推翻了雪梨的例子 沒有任何解釋 只靠想像覺得有很大原案壓力 所以這個論點今天不成了 其次友方今天提出3個質疑 3個質疑 軍事非常蒙契 第一,過分熟悠,瘋狂追星 但是大家想清楚一點 這與選手節目有什麼事 因為整個社會的風氣是這樣的 今天就算那些人不瘋狂追姜濤 不瘋狂追選手 但都是為了其他人而瘋狂 就像我今天友方風流梯堂 我為了你而瘋狂追星追友方 那是否也要怪樂選手節目呢 第二,一步登天 畫發明星夢 今天我很好奇的是 究竟今天年輕人有夢想 有什麼錯呢 今天我想在幕前展現自己 想帶給觀眾正能量 今天有什麼錯呢 但是這樣一個單純的夢想 在友方口中叫發明星夢 更加說他們是想一步登天 但是友方同學 想做藝人 最不一步登天的方法 就是參加選手 為什麼 因為選手 其實要經過很多人的同態 很多人的晉級 不斷地圓善自己 改善自己 才可以成為最終最強者 那怎算是一步登天呢 其實友方同學今天問我們 姜濤自己會跳舞 但問題就是友方同學 你才會跳舞 你才會跳舞 今天他有一技之長 他可以成為藝人 受得大眾喜歡 究竟友方和我 有什麼覺得很不公平呢 第三 友方同學說 小十節目可以贏到一個 沒錯 冠軍是只有一個 但是其實這一才華 是不會被埋滅的 今天我方的主辯說了 就算你今天被淘汰出局 例如produce 101 在金國獻第16名出道 但是也可以在夏里組成 南團voice出道 例如是李振克 他也是在produce 101被淘汰 但是最終因為個人才華 都是得到製作人的賞識 而可以發行專收 更加得到十個以上的獨裝品牌廣告 這些就是因為選手節目提供了平台 給你展現自己 所以你最終還可以獲得觀眾 獲得製作人的賞識 有才知識 在這個平台上 有得展露自己 為何不是好事呢 今天我方提出三個論點 友方和我三個論點 軍務回應 第一行動途徑 友方和我承認 今天選手節目提供了一個很高關注度的平台 給年輕人展現才華 從而讓大家發掘到他 知道他 第二能動力 友方今天提出言論壓力 但其實友方 這個是一個雙面人 因為壓力之餘 其實有壓力 官隨而來的就是進步 今天年輕人知道有觀眾的支持 有家人的支持 有朋友的支持 才會繼續完善自己發奮向前 所以為什麽壓力不可以享受一個好處呢 第三個人成長 友方和我承認 今天青少年在這個選手節目中 是可以學到團體合作 是可以學到解難能力 是可以收穫很多表演經驗 這些可貴的經驗 可以幫助他日後的個人成長 日後的發展 為什麽不是好事呢 最後 友方和我今天提出的三個論點 根本是完全不關選手節目的事 亦都沒有任何論據可以去補足 所以肯定有關後的問題 就解釋 告訴我方知道 為什麽今天形容題成立了 多謝 法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3秒 沒有超時沒有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領的題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現在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試米試米 主席聽得清楚 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定 請 各位大家好 友方今天說我方要論證三個論證標準 才是第一個 友方要我論證 幣處是凌駕於利署 即今次的題題 弊大於利署 所以這個標準 對於論證的題題 沒有任何意義 第二個 友方要求我論證 今天我們對於觀眾排 對於參賽者都有幣處 我方的論點 主編個講得很清楚 已經論證了 所以友方不會再問 最後一個 友方要求我方什麼呢 論證 我方的幣處對所有人 任何人都有必然的幣處 但友方同學想問你 你是不是應該都要負上雙性的論證責任 回到友方同學 你的利署 是否真的適用於任何人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準備時間 就是因為先來自動論證 你不用招待 現在進入一段時間 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思議 請問聽清楚嗎?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聽 首先有方同學發問,有一件事我感到很無稽的 有方同學來說,既然我們今天討論見譯,有方同學說幣大於你 這個標準原來是沒有異議,我終於明白你今天有方支持見譯 然後我逐點回應有方,有方同學說我們要逐點證去因人異議 等一會,有方同學,首先今天你是正方是論證責任 更何方,其實今天我方也有論證,我們這個行動途徑 正正可以給到任何參加選手節目的人一個機會 難道有方同學說,我參加選手節目也不僅有一個表演的途徑嗎? 所以有方同學這件事已經是讀法論證 更何方,今天有方同學來說,參加者和觀眾 等一會,有方同學今天有方同學對準見譯 有方同學只是反對追星風氣 但其實有方同學在討論的是選手節目 所以有方同學今天所講的任何洗錢,崇拜偶像這些 其實只是一個反對追星風氣,請問關事實際上有什麼事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如果可以提到一個皮頭的青蛇去追夢 為何是一件壞事?多謝各位 發言時間結束 接著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員發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示範 示範,示範,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主持聽得清楚 大家好,其實對於一些為了追夢而參加選手節目的青蛇聯絡 選手節目就好像是一個進入了一篇之前的熱身材 可以令他們了解自己是否適合平衡 例如自己可不可以聖受平衡或者連習所造成的壓力 假如他們不可以聖受,就可以甚至自己是否適合平衡 而不是出了一篇之後才來學會 那為何有方同學要反對青蛇聯絡去參加選手節目 他們選擇一個進行新買規劃,測試自己是否適合平衡的機會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就覺得自己是否適合平衡 意圓你在八嫂中間 可以給死胡亂那一天 呢 在八嫂中間 個人這次在八嫂中間 是更少的初日 提唔 在八嫂中間 為何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邊緣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丁 正方同學問我們青少年為了追夢而參加選手節目 就可以知道他們適不適合娛樂圈 就可以承受壓力,有一個生涯規劃的機會 但問題是我從來沒有否定過追夢的重要性 問題是追夢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參加選手節目是需要投放很多時間去練習 我們是否值得為了追夢而放棄學業呢 其次 承受壓力,承受壓力是好,適當壓力是好 但問題現在是沒有那麼多的餘靈壓力實在太大 有選手歌手身份出道的攝智謙不堪餘靈壓力 抑鬱成疾,希望網民放他一馬 請問這些是否對青少年是好呢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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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方今天问凌鸽性 有方问我四个字人生发展敷衍我们 但我方今天提出了 今天帮助青少年找到方法实验梦想是否重要 青少年有动力追求梦想是否重要 青少年未来个人成长是否重要 这三个标准不是远远凌鸽于你所谓的人生发展呢? 今天有方问了很多问题 今天包括黑幕 但今天就算你说的那个有些不公平的操作 但其实我们看回韩国一年有八个选手节目 整个中国一年有二十多个选手节目 你所说的一个是否真的可以以篇态度 所有选手节目都有这个问题呢? 其次你说是资本出道的问题 但其实我方今天见到的是 韩国所创造101的冠军 江丹尼尔都是出身的贏困家庭 姜濤是出身普通家庭 都可以成为全民组织的冠军 中国创造101贵军 火箭少女的杨超越 都出身于农村的单身家庭 何来的资本出道呢? 会不会你看到它片面只是冰山一角? 答应时间结束,请停止发言 好像 現在輪到反方派出第二條台下發問,請未必須開啟鏡頭 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張愛玲曾經說過,出名要陳祖 小時候正正就是一個被我們追夢的地方 趁祖我們還在小時候去追逐夢想 像偶像練習生中的蔡祖昆、陳立露、黃明浩 他們都是十幾歲就參加選手,而且出賣 他們知道的發展亦都非常好 當中蔡祖昆曾經說過,她很感激自己當年選擇了參加選手 各位,青少年最大的特色就是年輕,大把時間 萬一他們失敗了,或者覺得自己不適合發展征服 都還有很多時間可以選擇做別的東西 想問有關同學,難道想我們老了之後回顧過去 先想起自己的曾經有的夢想 最後來挨招一下你們的方法去讀完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我們要再次吃完 我們要再吃完 我們要再吃完 我們怎麼吃完 我們就已經不快了 我們今天想起過 追復的小時候 我們刺激不道理 你們真的要看 謝謝大家 我們要看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政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元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思議 可以 大家好,有光頭剛才問我們 為何不趁年輕時追夢 是否要等老了時才喊贊 你探跡自己的時候,不會去追夢呢? 首先第一,我方沒有反對追夢 即是在質疑有方 其實今天所謂的選秀節目 是否一個適合的平台給年輕人發展 其實剛才所說的金流衣有下半句 金流衣有下半句 下半句是這樣寫的 花開坑字,直衰字,莫待無花,空節字 當我今天看到很多人都只是陪陪 陪陪一朵花的時候,而那朵花的成長 就是靠其他的花膚位提供養分比的時候 為何今天右方要慫恿其他花 為了陪陪一朵花,為了一朵花的成長 而令他們斷送到將來,斷送到前途呢? 再玩右方堂 今天就是這樣跟我們夢想,夢想,夢想 但剛才右方堂跟他們說什麼? 就是測試,測試自己的聲音 這是否就是右方堂的三分鐘熱度呢? 休息個位 謝謝 開客法論環節結束 現在進入傑變的環節 雙方傑變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三分鐘 是特別時間 你的花絲 那是最次便宜 用心拍攝 那是 用心拍攝 雙方傑 Kunden 把這源 準備時間結束,先由反方結電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可以 叮 我做到了,原來我也可以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剛開始的一句,我是辯論比賽後最喜歡對自己說的一句話 看回今天的辯題,選秀節目和辯論比賽都很像 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讓青少年成長,展現自己 而選秀節目更加提供了一個平台讓青少年去追夢 我雖然未參加過選秀,但都已經覺得選秀節目參加後肯定會議論多 其實今天有方要成立辯題,就要先看能夠滿足我方提出的三個成立閉署的標準 第一,政方須證明選秀節目毫無理處,或者選秀節目中有理處 但閉署有凌駕性 對於標準,有方其實犯了意偏蓋著的錯誤 有方說有內幕,但從來都沒有實質數據證明過 麻煩有方在結論時給出實質數據 第二,退一馬步來說 就算有黑幕,但我方一而附 都已經有足夠例子證明了 如果你真的有才華,就一定不會被脈 再者,我們今天參加選秀節目 是為了一個舞台展示自己,有機會去追夢 有方無視這項理處,所以今天無法證明 被廢署有凌駕性,變題不成立 第二,政方必須證明 廢署對任何人,任何情況都必須出現 而並非因人而言 但有方已經犯了 但有方今天誇大圓形壓力 有方已經等於因人而言 有方提出片面例子,說有人會著出極端行為 但我們也有例子 也有例子,現在的有人令人 都抵受到輿論的壓力 甚至發作為動力 他就是韓國的知名歌星 李知恩IU 他15歲參加選秀 一開始有惡言說他是豬 叫他滾開 但甚至參加了20次選秀都失敗 但他笑言這些惡言和失敗 只會令他更加努力 他不會放棄這個夢想 直到現在被大家稱為國民妹妹和國民女神 這就證明了 事今子總會發光 選秀節目從來都不是夢想的終點 而是夢想的起點的有方同學 第三,正方雖論證 參加者和觀眾兩種角色的青少年 都是弊大於你 但有方今天所提出的證據 都無法證明兩種角色都是弊大於你 所以便是無法成了 因此今天有方所提出的 畢處均不成了 而我方認為青少年不能夠忽視的 是提升希望感 因此我重新今天審視辨議題的標準 對青少年有沒有利處三個標準 因爲 首先第一 選秀節目能否讓青少年 找到達成目標的行動途徑 當然有 有方無法反對的是 選秀節目的確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行 讓青少年去追夢 可以和不同選秀做比較 增加青少年自我認識 保線不足 其次 第二 選秀節目能否讓青少年有持續 向目標賣盡的能動力 當然可以 有分不斷強調壓力 但有壓力就必然是壞事 我們不妨轉個角度思考 正正是因為壓力 讓青少年更加有動力去追夢 正所謂有壓力才能進步 如果今天青少年真的發現 抵受不了壓力 都可以及時退張 無傷大壓 最後 個人成長方面 選秀透過選秀節目 有做青少年個人成長 就是有的 選手透過選秀節目 得到實質的學習機會 而選秀節目中遇到的困難 都可以認青少年學到解難的能力 所以以上三個標準都可以提升青少年的希望感 但有方沒有做出實質的回應 一次今天有方 幣不成幣 無法否認我方所提出的理註 今天便提理應不成了 總括來數 其實有方今天一直把選秀節目形容為一個很黑暗 很不公道的一個平台 但我作為選秀節目的資深觀眾 更多是他們在選秀節目中努力追夢的身影 在舞台上大放異彩 在對友之間聲聲相識的友誼 他們一邊呼嘯一邊揮著青春的汗水 市民有方今天有機會有一個展現自己 追求夢想的舞台 多謝各位 反方結變發言時間為4分02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最後由正方結變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可以 叮 在一個又一個選秀明星成功的背後 往往都是一些不為人知 努力拼搏和力盡艱辛的歷史 但是有方同學今天卻分類了這個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評判作為各位 等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來總結一下大家今天雙方交戰的戰場 不過首先不如我們看看今天為什麼有方同學 這麼流於表面去看選秀節目這件事 剛才在主編的時候他們曾經說過 青少年是需要自我認同的 沒錯我方也承認的 不過除了自我的認同之外 同伴的認同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如果參加了這個節目的時候 他們有一點點的錯處 他們就會被網民放大來說 他們要抵受非常大的原力壓力 令到 根本明明就是那些網民都不認同他們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自我認同已經足夠呢 其次有個同學就說了 夢想非常之重要的 那些青少年可以去追蹤 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其實我方也承認的 那些選秀節目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表面上 其實深入裡面 我們是看到有一個盒幕 我們都說過 有主持人爆料說 有些經理人公司一次過簽100個藝人 但其實真正紅的只有一個 那些既然我們可以有例子證明 有99%的參賽者 是根本不可能會成功的 他純粹是可能當娛樂一下去參加這些選賬節目 那怎樣去追夢呢 跟何方如果他們去追夢的時候 他們要承受那些原論壓力 我們見到我們給了很多例子 例如蔡瑞雪、薩子謙 他們全部都曾經因為原論壓力 而患上精神病 有幫同學難道精神病不重要嗎 不要緊嗎 他們被人患上精神病之後 他們對日後的新生發展有影響 有幫同學 其實我先說回一個故事 說說曾經在中國 有一個叫小黃的小朋友 他自小就忽然喜歡看選手節目 覺得就這樣唱一首歌 那些觀眾就會拍爛手掌 一開始做明星很容易 所以他在韓國留學回來的時候 他見到網上有招聘選手節目 參賽者的廣告 他什麼都沒有想 馬上衝去報名 希望可以夢想成真 後來選手節目的主辦方 就邀請他去試鏡 同時有一個主辦方的經理人 就表示對小黃很滿意 希望可以徘徊他做明星 小黃就以為他的事業 將會帶紅帶子的時候 那個經理人竟然叫他 給不同的費用 就說這些費用 是會幫助他日後做明星的時候 用到的 小黃看到選手節目裡面的參賽者 都好像有機會做明星的時候 他當然就選擇相信 最後就被騙了六十幾萬 可惜了 我是最後一個辯位 有方今天是不能再出來反駁 那我不妨也幫反駁一搏 你們一定會說 扯你那些顧勵 哪有人會真的被騙幾十萬 可能有方台這陣子 就看得MIRROR多了 他們會覺得 參加完選手節目的參賽者 如果出了名的話 他們就會很風光 你看那些沒有多熱血 他那些頒章的天氣多帥 很多粉絲 但是 明不明 如果一個明星的背後 就好像天上的星星 他都會被黑夜襯托著 但是有方今天就忽視了那個黑夜 黑夜曾經在背後付出過這麼多的努力 神算 有方同學根本今天就沒有論證過 反而他只是去選擇去支持那個一個巴仙 其實我今天要講這個例子 不是要博大家同情 要說他多麼天真無邪 而是我想講有方同學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明明這個世界就是有班人 就是為了去追夢 他們很努力去沉迷 去追夢 而有方同學今天就忽視了他們 他們只是會理好像表面上多麼好 難道在座各位又想放棄一班有夢想的青年 有得他們可以去追夢 而蒙受這些輿論的壓力 我當是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保禄六世书院中文辩论队顧问老师侯耀雄老师给一些评语 感谢观看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是精彩仅籌的 在双方的位置上 大家都一意义 但我会这样说 比较少许多的意见 我觉得这条变题 我会觉得难处理的地方 我会觉得很难完全推翻 反方转说要完全推翻所有理由 所以这条变题本身到最后是需要的 是大家去做一个比较好的 很可惜的是去到中间 因为大家可能很紧张 尝试把对方的弄点完全激动 可能你任不认同他的利 或者你任不认同他的弊 即使可能是中间说 好像是见到一些 即使是你的弊处成立 但都可以这样这样 好像有些叫做拖住了 但我觉得是这种妥协 我推一万步跟你说 又不是一个有效的比较 所以例如说我现在有什么叫比较 我尝试用反方提出的一个灵夹性 会是 他用一个自灵夹性 我觉得如果他要做这个比较 他会说那些追梦 他都说很多的行动力 其实人生规划等等 会有很多字眼 其实这些字眼 我觉得反方应该论剩下 你所说的一些离传 和正方所说的一些 可能是不脚踏实地 限制发展 那为什么那些是 不是一个 为什么他的弊处是灵夹性 会是 OK 那这个我觉得是反方 我觉得如果他要再做 在那个比较位 我觉得他 我尝试带入他的主线 我觉得这个位置 可以再做了一点 对 相反正常 正方我也觉得他应该尝试有一些地方做比较的 例如是他会说过 可能节目 可能是 现在的原意 到现在起来不同了 应该我记得好像在正方的 台上同学应该说过 那如果你觉得节目本身 现在的原意已经不是这样了 OK 或者 正方都曾经说过 本质是商业化 那如果你觉得从商业化的 制作这个节目的本质是商业化的时候 那你会用这个角度去做一个比较呢 会是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 我觉得是正反双方在比较这个位置 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发功夫 因为到最后 听到四位的负辩 甚至去到这边 都是尝试 说别人那些弊处又怎样 怎样 但是我觉得真的衡量到利贵 相对来说是会较少 又要过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觉得在反驳方面 我觉得这条片 是难处理 其他地方就是当你反驳的时候 因为正反双方一定有很多例子 OK 很多例子 其实在于是他一些失败的例子 一些成功的例子 那反方是会说正方是以偏概全 对吧 我相信正方台上台下都会听到的 那我就想问回 为什么正方 其实不会你在那个较早的时间 会早点开始说的 反方也是以偏概全 会是 因为以偏概全这个说法 其实正反方是对的 因为 最简单 我们这场比赛 论证一定会说例子 那你正方可能说一些失败的例子 可能一些有抑郁性 轻生的一些艺人 而反方就会说 有些成功例子 其实你都正方都会说 选手至最后半分很少 即使出到的 都不会是100强 我相信未必 到最后可能20 其实 双方都有机会以偏概全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其实当你要做反驳的时候 我觉得要尽量避免 好像是 叫做好像 你自己犯了同一个错误 会是 那这个位置 其实好像反方的主线 正方的台下方都尝试 问回一些地方 会是 其实我觉得这些位置 正正可以展示 希望你明白 你要论这些东西 你都需要 说清楚 如何去做相同的论证集 所以你怀疑人 你以偏概全 那你有没有机会 自己以偏概全 那么 例如说 反方会用 譬如说 有一个是 叫做 添希望的部分 那 那 正方 其实 我觉得他的台下法问曾经问过一些问题 其实 我会觉得 如果他问得再准确一点 是不是应该问回反方 你那个是 希望感 会是 对于观众有希望感 因为我觉得反方的论点 好像其实都是 就着参赛者 最主要说 但反方主编又说 一些可能说 要是 要在观众 参赛者 清晰完有两类的 那我自己也说得 没有多在观众方面的 一些离权 我自己听的时候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 大家要注意 就是在立论 或者是反驳的时候 你自己没有犯回同一个的错误 我觉得是要小心处理的 所以我觉得这条辩题是难处理的地方 就是在于 大家对台上的辩元 或者台下课 你的稿件里面所用的词汇 你的演绎的方式 是怎样做到一个比较 或者是反驳的时候 怎样可以指正对方的问题 而自己没有犯同一个的 论正常的问题 这个我一头两点 我想带出的是 再一些零散点的地方 譬如第三样东西 我觉得的是 正版双方提出了很多的 一些青少年的价值观 譬如我试试听大家 正版双方主编 应该是用 我听到好像是用艾水客 我不肯定是艾水客 因为是Erik Eriksson 的理论 其实大家 双方都是用一些相同的定义 大家可以想想 大家要讨论 正在青少年 哪些是对他们较为重要的影响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对青少年的特质 都是相同的 那这个部分 会是 相对来说大影响一点 譬如追星的位置 追星可以拆开一笔 追星 我觉得反方是不断问追星和选手节 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正方这个位置 好像 讲的时候 应该可以早的时候再讲清楚一点 如果内地有些节目 很明显就要一个 要粉丝去 付钱支持 这种文化 其实内地有些也会有 所以如果再 可以讲清楚一点 关系 我觉得可以有些地方 避免给别人问 所以这两个定义问题 大家如果用艾水客的理论 如果大家都是相同的 那么 那究竟青少年的特质 是哪些地方 要用的景象较大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位置 大家可以听的时候 可以听到有什么 共通点的平台 如果不就好像 大家各个国校 又浪费了时间 OK 第三个 最后 就是 因为我们有台商 反民动态 反民动态 我觉得问题的地方 我觉得大家要尽量问 我觉得 我会觉得 反方做得不太好 有些地方 是问题 是别人问 然后我会觉得 我听到最后一条问题 然后你又好像 真的回答那条问题 所以我觉得 他回答的时候 可能风数会低 还有 问问题 可以问得更清楚一点 譬如 我觉得政方的第一条 图案发问 我觉得他问的问题 是不是你的利处 可以识用在任何人呢 我觉得你的问题 就变成了 我觉得可以再针对一点 譬如你问他那些 希望感 怎样给观众 我觉得会更清楚一点 又来反方的台商 就是说来的例子 会是 那就是 你问的是 这个是否叫混淘事件 我觉得 我觉得 可以问到 我觉得是问得好的 但我又觉得 你的问题本身 已经引含了答案 一种反问 那反问 我觉得政方会很容易回答 当然不是 我觉得 如果你的问题 再修正一下 你不如可以直接问 有个同学 究竟 你这个情况 和选受节目 直接的必然关系 在哪里 请你论证多一次 我觉得这样会是 令到政方要解释多一点 会是 所以我觉得 在台商的发问 就好 就好 这个问题 问得清不清楚 尖不尖锐 是会令到人家 容不容易回答 拿不拿到分 而我今天觉得 我的观众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正方问的问题 会是 有个清晰的问题 如果我听到 然后反方有时候 答不得不清楚 所以在答中 就会相对分数低点 而反方问的问题 其实就是 有些问得好的 当然有些问得可能一般 会是 但正方的感觉上 是会对到那条问题 会回答 因为其实台下发问两条 其实我听到反方 和我回答的 都是可能就着正方一些的 因为其实正方的问题 多数前一些 我那些叫提水 台下提台上 第一条问题 有反方的三个标准 然后又第二条 台下问 反方所帮人家 成功是 但反方有很多时间 先回答对方 我们问题的一些 之前的资料 但对于问题背后 好像有什么样 去正面回应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 想台上发问 或者想台下发问 或者回答 都可以做多一点的功夫 那我一点点的意见 分享给你 谢谢 下一条 多谢屏风的评语 也提一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请先选出三位表现较阶的辩元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只佳一位得10分 现在再请华英中学中文辩论队老师 賴楚然老师给一些评语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因为刚才我的电脑没有电 所以我开不了那个镜头 我转了另一部电脑进来 所以就表现不了样子 我照给这场比赛的一些看法 我想大家都可能有份帮忙预备这场比赛的话 都会知道这条题目最困难的地方 是很难落一个很绝对的 或是客观的标准去说到 正方所谓的闭处成立 还是反方的理处成立 所以很容易落入了一个例子 就是不断地双方抛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例 事实上这场比赛也是 正方说闭处的时候 说一些精神压力很大 如何移屈的例子 反方当然会说一些不是的 都可以直直无名 然后可以成功 也不是特别富裕 或者普通的家庭 但最后成为了一些受人关注的公众人物 但是当双方去搬这些例子出来 正对自己有利的论点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一个有效攻击到对方的位置 不算是一个很直接的交锋位 就有点点角说角画 这个情况我想在这条题目里是很容易出现的 我想可能要在立论上去着手去想 其实正方今天开出来的一些标准 其实也是就着青少年 参与这些节目 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你的标准上 其实已经是对立论的时候 已经是说了一些对自己很有利的准则 然后就用一些例子去论证 反方搬出来的立论标准 看似其实是比较清晰和有框架 因为你要求对方论证某一些情景 你要他论证的是任何情况下 都是对所有人来说是利多于弊 然后你又要他论证对观众 就是青少年那些参赛者来说 或者是观赏者来说 都要是利多于弊 那你帮政方加了很多论证的责任 技巧上反方这样做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当你下了这么重的论证责任 在政方身上 我都会对反方有一定的期望 就是你要求人家论证得这么严谨 这么高标准 那反方自己是不是 都是在一个这样的相称的责任上去做论证呢 但是我又看到反方要求政方论证的同事 其实反方是没有这样的论证责任 当然你可以说 逻辑上反方是不需要论证全部的 反方只需要论证到一个青少年 在某一个情景下是弊多于你便提经 不成立了 你如果纯逻辑地去论证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但是你在辩论场上这样去 立论就会有一些要求上有些苛刻 因为如果这样打 就算你们做回政方 也不可能可以符合到这个论证标准 因为总会有些人在这个比赛压力下 会有些负面影响 你很难说完全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求是策略上 你可以给政方有更重的论证责任 但是也要想一下 是否合理 以及自己是否有相称的论证责任 有辅导 这个是要留意的 不过 政方在台上 又没有就这些对方对你的要求 作出一些回应 去到台下有的 我看到台下应该判断到这个问题 政方台下很努力 想去说反方的论证要求是有些不合理的 但是台上又没有这样去defense 或者没有回应 到底政方是有更合理的论证框架 还是反方的论证要求有多不合理 都没有回应 就好像感觉上一路都没有回应到反方的攻击 这个我觉得是要小心 除此之外 我觉得这条题目 双方其实都不是很就什么叫做选秀节目 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 因为正方举某些例子的时候 我都分不到那个是不是选秀的问题 甚至乎我觉得那个弊处 比如压力很大 情绪问题 精神崩溃 甚至乎是追逐一些奖金 付钱才有出镜的可能 等等 这些似乎是 不是选秀节目都可以有的问题 是节目制作的问题 比较多是我觉得 到底选秀节目的本质是怎样呢 双方好像都不是很多有讨论的 我自己觉得什么叫选秀 就是某方面有特别的才能 其实双方今天说很多 好像都是影视艺人方面的选秀 但我又想选秀是不是一定是娱乐 唱歌 歌声 跳舞 其实有些选秀可能是某方面 比如厨艺 有没有特定的才能 也可以一个选秀节目 或者你见内地有一些节目 其实是在看一些青少年 或者是中小学生 他们的一些运算能力 或者他们智能上的测试 都是一些选秀节目 不一定是歌手那种 这是此其一 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说了 本质的问题 我觉得选秀就是某方面 有特定才能的人 透过一个竞技性质的比赛 而且往往都是一个真人秀 邀请一些一般的青少年去参与 报名等等 然后的一个过程 就是他如何在比赛里面不断进级 然后如何付出他的努力 透过真人秀的效果 来制作成一个节目的过程 我觉得本质上的选秀就是这些元素 多数是真人秀 多数是某方面有才能的一个比赛性质 以及有淘汰进级过程的一个节目 我觉得这些就是选秀的本质 至于你们说的利和弊 是不是真的在扣连这个本质呢 我又不是很看到双方说的利弊 是特别针对这些本质的 譬如正方说 刚才我说 你说的要付钱才会出镜 或者节目组会刻意突显了参赛者的丑态 然后会放出来为了制造舆论等等 这些似乎是制作组如何编排节目的趣味性 或者是收视率而导致 这个是否选秀必然会有的后果呢 譬如你辩论比赛也可以这样的 假设如果赛会突显了一些变缘的丑态 我们有录影 我也可以剪接了一些变缘的丑态 然后放上网 然后在网络上去取笑变缘 也可以的 这个就像是节目制作的一个问题 rather than是选秀节目的本质上存在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反方是可以这样去质疑一下 就是釐清一下到底哪些利弊是来自节目本质 哪些其实是跟节目本身无关的 除了节目制作组本身的问题之外 可能都是公众本身的价值观 社会风气 舆论上喜欢看什么等等 的一个问题 rather than是节目本质 所以这个位置上我觉得是要厘清一点的 反方也应该要在这些位置攻击 但是你说如果连这些弊处都不能说 那正方就很难说 有什么弊处是本质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里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要加一点点的推论 如果你要把这些弊处当作是选秀节目本质的弊处 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旺旺选秀节目都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重要 但是你没什么解释两者的关系 因为很多时候 为什么电视台要制作选秀节目 你可以说一下 节目制作本身是有它的动机和诱因的 它不是一个慈善团体 它不是一个非牟利组织 去弄一些平台给青少年来发挥潜能 它制作一个节目 它作为一个机构 它要有收视率的话 它就会想方法令到节目有卖点 有声音讨论 所以为什么往往这些选秀节目 都很刻意去暴露参赛者的丑态呢 因为它一定要节目有人讨论 如果你是很平平无奇的 每个都正正常常表演的 那它没有卖点 所以它会刻意把那些节目制作得很有冲突的 会给观众有一个茶余饭后讨论的空间 所以如果有些参赛者有丑态 它就会突显出来 或者它明知那个参赛者 本身在那方面的才能都不特别高 但是它会特意让它入围 因为这样有一些参赛者是特别弱 或者表现得特别差 或者它的性格是怪怪的 那你的观众看的时候 就觉得有趣味 所以你可以解释一下 节目的本质的理念 未必一定是有这些问题 但是去到实际情况下 普遍的选秀节目 多数都有这些问题 因为制作组要这样制作 它才有收视率 而这个是普遍的情况下 都会是这样的 那你就可以解释到 未必是反方过一种任何情况下 任何青少年 所有人都会是费多于你 但是普遍的选秀节目 都会最终演变成有这些负面影响 就是因为它的节目制作 有这个经济有因 它有这样的动机 要把节目制作成这样才行 那你才可以说到 你那些给钱才能出镜 丑态百出 所以它会承受很大的舆论压力 甚至电视台其实是帮凶 节目制作组 刻意将某些人打造成为 公众很讨厌的对象 我觉得你这样去演绎 就会解释得多些 为什么你说的弊处 是一个普遍现象 至于反方 其实反方今天说了很多正面影响 你经常要求正方论证凌价性的弊处 但其实严格来说 反方也不是说到很多凌价性的好处 因为你们说的好处 其实是如果 对某些人来说 真的透过这个平台成功追梦 才会出现的理处 我承认那些理处是有它的凌价性的 但你也要告诉我 有多少人 或者有多少普遍的人 透过这个节目 真的成功追梦 因为反方今天有点感觉 你提出了一个标准就当论证了 你的标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追梦的平台 甚至乎问正方的年轻人应不应该追梦 他应该追梦 选手节目是一个追梦平台 很多人真的透过选手节目追梦 是两个东西 而你们认为论证站在后面 论证普遍的人都真的透过这个平台 追求到自己的梦想 你的这个理处就真的会成立 但其实在这一部分 你们的论证就不是很充分 为什么选手节目是一个很大机会 会被年轻人成功追梦的平台呢 其实就没什么去论证了 那可能你又要说多一点 选手节目的特质 其实是刚才提到 很多时候是真人show 他多数都是找一些 直直无名的青少年 因为一来就找一些很显黑的 很多人认识的 那其实就已经不是选手节目的意义了 所以他很多时候是找一般的青年人 他们如果不是透过这些节目 他没有什么财富 没有什么能力 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可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明星 所以他要追梦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得的平台 给一般的大众 透过这个节目 去为人认识的一个可能 你可以多说一点 这个节目 和其他一般的节目有什么不同 有些歌手本身家里很有钱 他不需要透过这些平台 都可以出道 譬如Juno 他自己本身很有钱 不断帮自己出碟 他不用透过选手节目 他也可以成功 但是很多年轻人 他没有这些资源 其实他没有可能追到梦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你才套用一些例子 就是多少青年人 真的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他可能加坚清贫 也有机会成功 这样配合你的论点去说 就会好一点 还有当你要求对方要有凌价性的时候 你也要说你出现这些正面影响的利处的普遍性 是不是比正方说的那些弊处出现的普遍性 为之高呢 我觉得这里你又是可以做多些论述 还有 正方经常都说 其实只有好少数人会成功 我觉得这些位置 你可以多说一些不同类型的选手节目里面 其实成功的人不一定只是贏冠军的人 譬如你看《全民造星》也很多不是冠军的人都出来了 譬如你说ERROR ERROR那些 很多都是大众心目中 过往我们不会觉得有机会做到明星的人都会脱颖而出入 譬如肥仔 或者是一些可能外表未必是很漂亮 跳舞未必是很厉害 但可能他很有喜感 都一样可以出到 那是不是反映了这些节目 其实就是造就了一些机会 给不同才能的人去发挥呢 我觉得这些位置 其实反方是可以再就着选手节目的 这些独特性去做多一点的演绎 可能就会令你今天那个立场上 你们想论证的那些东西 会有优势一些 是的 我的意见就先给到这里 我将时间交给另一位评判 多谢评判的评语 最后有请香港教育大学粤语辩论队 袁潘孙欣小姐给一些评语 好 其实两位评判都说了很多不同的评语 所以我就只是轻轻地说一说我的见解 其实这条辩题 有三个重点应该要在告件里面出现 第一就是选手节目 第二是青少年 第三就是弊多于你 其实在青少年这个字里 大家是在讨论辩论里面 是交得挺好的 但是在选手节目 和弊多于你这两个位 反而是没有那么紧缺了 因为今天双方说的论点 可能在无选手节目的情况下 其实都会出现在社会的情况 所以今天我期望听到 就是可能双方都要解释 为什么选手节目 会加剧了这些情况 又或者是一定会导致这些情况 其实我就不是 我会听到双方有说这一件事 而这一件事是要 就是这一件事是要说的原因 是因为今天选手节目 其实本身 是一个节目里面 其实它可能是因为受着社会 风气的影响 才会做到有方所说的 弊处或者利处的时候 其实可能这个利处 或者弊处 并不是因为选手节目而出现 所以今天就必须要解释清楚 到底今天你两方所说的 弊处和利处和选手节目当中 其实最大的关联在哪里呢 例如反方今天要说 为什么选手节目 会加剧了追星这个情况呢 其实有方是有尝试去解释 反方是有尝试去解释 正方是有尝试去解释的 但是我觉得解释上 在推论上其实就不是很足够 反方也是一样 今天其实有不同的平台 可以给青少年去展现自己的才艺 为什么选手节目这个平台 就特别对青少年有利呢 我觉得这个是双方可以说的 在弊多于你这个位置 其实双方今天都很有 尝试去说对方的弊处是不成立 或者对方的理处是不成立 但其实这个不是很必要 因为今天其实双方都提出了一定足够的例子 去证明自己的论点 你很难一句说 今天对面说的论点不成立 就等于它真的不成立 所以其实双方应该要尝试去 以一个比较的方法 去比较自己的论点 是比对方更加好的 而不是选择去说对方的论点不成立 而且其实部分的论点 是可以承认它的存在 例如可能反方说的追星 或者会有压力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承认的弊处 然后你可以再说我方的利处可能有凌价性 同样其实反方说多了一个平台追梦 其实这件事也是可以承认的 但是其他弊处可能更加凌价于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双方今天应该要讨论的是 反而是讨论到底哪一个弊处是会比较大 或者哪个利处比较大 而不是说对面的弊处或者利处不成立 然后我觉得资料上面 大家其实是可以运用得更加好的 因为今天可能大家提出的例子 他们想用的方法可能不一样 或者大家想用来论证的人的东西 其实未必是真的直接跟变题有关 所以今天两边都要解释 到底今天大家的资料 如何可以跟变题掛勾 如何去论证或者支持自己的论点 我觉得这件事大家可以有更加好的进步 我的评论大概就是这么多 多谢评判的评语 现在的比赛赛果还在计算当中 让大家耐心等待 因为现在街变是出现两位街变的街变分同分 所以它分别是反方的一副和反方的二副 所以想请三位评判在两位辩元之间 选一位最佳辩论员 那评判可以在checkbox那里 發个讯息给我表示选择 好 经过评判的商议之后 最终的最佳辩论员为反方第一副辩 至于今天的赛果 亦都是计算出来了 正方得票为一 反方得票为二 换言之今天胜出比赛的是反方保良局八周年的李肇中纪念中学 恭喜 谢谢